好久没有联系的贫困生给我发来消息 本以为是感谢 却看到我被拉进了一个名为浩哥新婚的群 群里不断刷屏 祝浩哥新婚快乐 我在处理公司的事情没有管这个群 想着随点分子前表示一下就行 结果我被群里的人疯狂艾特 这人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跟对形 他瞎吗 看不到我们在走牌面吗 令我没想到的是 蒋文浩也跟着说了一句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告诉你 我让你来我婚礼是抬聚你 我现在可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穷小子了 浩哥老婆可是领航公司的股东啊 那可是全球前十的公司 怎么敢有人不尊重浩哥群里议论纷纷 我刚想退群 蒋文浩发了一张电子情帖在群里 看到女方的名字和照片 我愣住了 这不是我在外旅游的老婆吗 我沉默了片刻 打出了几个字 祝浩哥新婚快乐 婚礼我一定备份大礼 打下那几个字后 我沉默地看着手机壁纸 是我和她的婚纱照 她笑得很开心 我也是 手机震动了一下 一条微信消息随之而来 老公 你看这是我旅游路过的打卡圣地 你看拍的照片好看吗 照片里柳如烟穿着一套新中式礼服 很隆重 而背景的地方有些似曾相识 我打开蒋文浩的朋友圈 果然在几天前发过这个地方 是一张牵手照 配文是余生请多指教 手上的那枚戒指 我瞥了一眼就可以确定是柳如烟 因为这是系家的定制款 不可能有第二枚 老公 你看这是我路边捡到的花 我带着是不是很好看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 她的下一条消息就来了 她是一个很热爱生活 也很喜欢和我分享日常的女人 但偏偏她有的方面又很独立 我的朋友经常打句我说 真羡慕我 有个黏人又独立的老婆 她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把我拿捏得丝丝的 我一直视她如珍宝 捧在手里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看着她开心地和我分享着日常 又看了看蒋文浩的群 有一刹那我甚至在怀疑 是不是长相一模一样的人 怎么可能有人能有两幅面孔呢 更不敢相信我很早以前资助的贫困生 居然能和我老婆扯上关系 婚礼时间是在明天 我看了看婚礼的地点 是当地挺奢华的庄园 我想起之前给柳如荫的卡 果然有一笔笔大鹅流水 好像在嘲笑我的信任 第二天 我退了公司所有的业务 开车去了婚礼的地点 一路上 我都对她抱有最后一丝希望 最好只是一场乌龙 车停在庄园的门口 我看着被众人围绕的新郎官 我没见过蒋文浩 但那一眼我可以确定就是她 她穿着一身高顶西装 很年轻 长得确实不错 我停下车 深吸了一口气 试图平复内心的波澜 婚礼的场地布置得非常豪华 鲜花 美酒 笑语 一切看似那么完美 看来她挺上心的 浩哥 那个装大款的什么时候来啊 是啊 是啊 那个人不会不来了吧 那个时候资助你一半跑路了 还说你不务正业 我看就是没钱了 现在来看你过得那么好 肯定不好意思来了 她最好别来 否则我肯定得替浩哥 好好教训她 哪还需要你啊 我们浩哥 现在可是领航集团的女婿 那可是呼风唤雨啊 众人嘻嘻哈哈大声议论着 蒋文浩被捧得飘飘然 眼里全是讥讽 我下车的瞬间 蒋文浩一行人的目光就聚焦到了我身上 我觉得很可笑 领航集团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 盈利并不算多 为了讨老丈人欢心 我把公司写在了老丈人名下 柳如烟给了大半股份 哟 就是她吧 开了辆破红旗就来了 真是丢人一个画着装 像南模式的伴郎 在旁边上下打亮了一下 我的车不屑地开口 蒋文浩文言也吃笑出声 大家可别说她了 当年说我不务正业给我断了资助 肯定是有难处的 也不知道在摆什么架子 泽泽 这几万块的破车 给我家狗座他都嫌弃 我回头看了眼我的红旗锅里 原来几百万的车 不喷给他家狗座吗 他们一行人有说有笑地围了上来 有一个人一脚踢在了我的车上 蒋文浩上下打亮着我 你看着年纪也不大 怎么爱装阔呢 我告诉你 没钱别硬装我笑了一声 手机就在这个时候亮了起来 是柳如烟给我发的消息 蒋文浩一眼就看到了我的手机壁纸 一把就抢了过去 众人围了过去 这不是浩哥的老婆小刘总吗 AI的吧 怎么可能是真的 蒋文浩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嫌弃地看着我 如言说 那个一直缠着他的男人就是你吧 还用AI生成结婚照 你真够恶心的 他把我的手机狠狠地摔到了我脚边 屏幕瞬间四分五裂 真他妈不要脸 敢歪歪我老婆 真把自己当颗菜了 不会是没钱了 看上了我家的钱吧 八 二 他摔手机的速度太快了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其他人听完也一副了然的样子 窃窃私语起来 我强忍住心中的怒火 冷冷地看着蒋文浩 可我没想到 但是蒋文浩上来就拎住我的衣服 狠狠地把我摁在地上 一巴掌又一巴掌地扇在我脸上 我一拳抡了过去 被旁边的众人压在了地上 我被强行拉进了婚礼的后台 一路上都有人在指指点点 但没人敢说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领航集团小刘总的婚礼 我整个人有些发猛 谁能想到今天会发生这些事情 我被扔在了地上 几个人愣住了我的四肢 让我根本动弹不得 我的肚子遭受了重重一击 我忍不住发出了嘶声 随后蒋文浩又用皮鞋 在我的脸上狠踹了一脚 我躺在冰冷的地上 肚子上的疼痛 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脸上火辣辣的疼痛感觉 像是被火烧过一样 一个男人居然不要脸成这样 还赶来我浩哥的婚礼捣乱 真是恬不知耻 想帮富婆想疯了吧 旁边的男人狠狠配了一口 用力踹了一脚我的背 是啊 也不撒抛尿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 就感激于小柳总 我们浩哥和小柳总 才是狼才女帽的人绝配 另一个卷毛在旁边嚷嚷着 一边点起了一根烟 吞云吐雾着 真他妈丢男人的脸 黑色的皮鞋狠狠地踩在了我手上 来回碾压了两下 我吃痛地哀嚎了一声 他们却大笑出声 我他妈才是柳如烟的 我话还没说完 蒋文浩啪又是一巴掌 谁让你喊我老婆名字的 狗娘养的 你他妈不配 一个下等人 一个穷逼 怎么配喊我老婆名字 蒋文浩嘴里嚼着槟榔 本来清秀的脸上却满是猙獰 混混样净险 我的嘴里瞬间弥漫出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我想起来了 那会儿我老婆一直给一个人发照片 就是你爸她吃笑着上下打量着我 猛地抬脚踹在我胸口 草泥马 老子的女人你也敢勾搭 活不起了 要靠我女人是吧 她视线停在我手腕上百搭斐力 眼神冰冷 你他妈凭什么戴那么贵的手表 快说 是不是我老婆给你买的 剑种 她都没给我买过 你到底给我老婆下了什么迷魂汤 她从我的手腕上夺过手表 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然后得意洋洋的把手举了起来 旁边的人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眼神 浩哥 这个手表太趁你的气质了 我猜这是小柳总本来想买给你的 毕竟对于领航集团这点钱不算什么 估计是被他骗了 还有可能是他偷的呢 对 蒋文浩瞥了我一眼 如烟怎么可能会看上你 是啊 看来不仅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还是个卑劣的小偷 鲜血顺着我的嘴角不断往下流 蒋文浩又一拳砸了下来 可是没等到下一拳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一听铃声赶紧接起了电话 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他好像瞬间变了一个人一样 笑着温柔地说话 如烟 我们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来了 你今天一定是世界上最美的新娘 变化那头传来的女生 时刻在我骨头里的声音 但是相比和我说话时的撒娇 此刻却显得有些高高在上 带着些许青了 我刚想开口 就被旁边的人狠狠捂住了嘴 我挣扎了两下 却是徒劳无功 哦对了 如烟 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癞蛤蟆 开着几万块钱的破车 想要追求你 还想在我们的婚礼上捣乱 我怎么把他处理了 蒋文浩放低姿态 询问着柳如烟 怎么处理依你的想法来 有领航集团给你撑腰 你怕什么 别弄死就行 不过弄死也没事 有我在柳如烟的声音 带着我从来没听过的傲慢 蒋文浩或许还存了一丝怀疑的心 弱弱地问了一句 如烟 无论是谁都行吗 柳如烟哼了一声 当然了 没人比你重要 因为他死也不会想到 我会离开公司 出现在这个小城市 蒋文浩笑着瞥了我一眼 讨好的挂断了电话 三 我手脚被捆住 根本动弹不得 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 手机的芯片定位 因为我助理 如果工作时间六个小时内 没联系到 我就会根据芯片定位报警 确保我的安全 除非有我的特别嘱托 这是我给自己做的最后的保障之一 而现在距离六个小时 大概还有两个小时 我咬紧了牙 想翻身起来 蒋文浩笑着把手机举在一边 听到了吗 你算什么东西 老子就算把你大谢八块 都没人敢说一个不字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就是有钱 看着蒋文浩的嘴脸 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同情心泛滥 资助他上高中 当时我也刚大学 接手家里的产业没多久 我父亲就有这个习惯资助贫困生 他的资料显示 他家里在农村 就他一个独子 他爸赌博进去了 他妈在游戏厅扫地养活他 然后他妈还得了乳腺癌 家里没钱供他上学 我不仅付了他的学费 还给他固定的生活费 但他还是会问我要一些 莫名其妙的钱 比如说什么学校要交书本费 春游费等等的 但我没怀疑过他 也都给了 有一天 他发一条在酒吧喝酒的视频 忘记屏蔽我 虽然秒删了 但我还是看到了 我让助理去了解情况 发现他一直在拿着笔钱 不务正业 翘课去网吧等等 所以我断了给他的资助 并且告诉他的原因 这件事之后 他和他妈轮番来找过我 但我知道 本性难医 就再也没有给过他资助 没想到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如今他站在我面前 无数的拳头落在我身上发出闷响 我感觉到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剧烈的疼痛 花那么多钱 是狗都未听话了 没想到养出个白眼狼 蒋文浩低头看了眼时间 走吧 如烟快到了 不要被这个废物耽误时间刚转身走出几步 他又回过头 你们两个把他抬门口去 让别人看看 基于我老婆是什么下场 我被拖到了正厅门口 巨大的摩擦感 让我感觉皮开肉绽 柳如烟穿着高定的心中式婚纱 一眼就能看出 是C家首席设计师的定制款 价格不菲 上面一颗珍珠都价值上万 而这上面数不清 镶嵌了几颗珍珠 他的皮肤吹弹可破 说妇孺凝脂根本不过分 毕竟脸上的胶原蛋白 都是我砸几百万养下来的 他好像一只高傲的天鹅 伸长着脖子 蔑视着旁边的一切 蒋文浩的母亲 弯着腰 弓着背 在旁边缠妹地扶着他 其他蒋文浩一个村里的朋友 全都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 眼里头去艳羡的眼光 柳如烟很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嘴角轻蔑地笑了一下 后面花童拉着裙子 不敢让裙子一点粘到地上 蒋文浩在众人羡慕的眼神里 接过了柳如烟的手 该说不说 蒋文浩长得真有几分姿色 如果他往演艺圈发展 也肯定能火 柳如烟从旁边一个伴娘的手机里 接过手机打了几个字 我知道是在发给我 这个行为让蒋文浩心里有些不满 但还是不敢表现出来 我低着头半以半靠狼狈地在墙边 身上的剧痛让我根本发不出一个字 连抬头的力气也没有 柳如烟远远地看到我 嫌弃地责了一声 有些不满意地看着蒋文浩 婚礼怎么有那么晦气的乞丐 蒋文浩笑了一声 指着我 我要让其他人看看 这就是基于领航集团 笑想我老婆的下场 拜金男 装逼狗 来婚礼闹事真是恬不知耻 她转头讨好的看着柳如烟 就是她 以前说资助我的那个人 笑想我的位置 也不看看 她配坐上领航集团女婿的位置吗 看她都脏了我家小柳总的眼睛 柳如烟似乎对着话很受用 宽步走到我身边 踩着高跟鞋狠狠地踹在了我身上 领航集团可不是谁都能肖想的 你这种下等人连替我的资格都不配 听到了吗 呵呵 穷人啊 一辈子都是穷人 别想着癞蛤蟆吃天鹅肉 说到最后一个字 她一脚狠狠地踩了下去 我几乎用尽全力躲开 还敢躲 来人 给我弄死她 其他人面面相去 生怕出人命担不起责 她冷哼了一声 不管出什么事情 领航集团保你们平安无事 我咳嗽了两声 抬起了头 柳如烟 你真是厉害啊 四 我和柳如烟的相识是在高中 高中时的柳如烟 并不是现在这个高高在上所谓的女强人 那时的她 穿着简单地洗得发白的校服 一头乌黑的长发 笑起来眼睛弯成一道月牙 轻力脱俗 我家里那段时间出现了转折 生意非常不顺利 挤进破产的程度 我被父母送到了老家避风筒 然后转进了一所公立的高中 所以那段时间的我状态一直很低迷 也不喜欢和人说话 柳如烟就坐在我前排 我们之间的交流并不多 但是她很漂亮 所以总能吸引到我的目光 而她一和我对视脸就红扑扑的 格外可爱 她的成绩很好 在班里总是第一 所以有很多不懂的问题 我也会主动问她 她总是低着头 不敢看我的眼睛 但是讲题讲得很仔细 慢慢地我和她的交流也多了起来 直到有一次 我们正在上课 她的奶奶突然冲了进来 不由分说就要把她拉走 嚷嚷着女孩子上什么学 学什么没用的玩意儿 然后躺在地上撒泼打滚 死活不让柳如烟继续读书 她的脸已经红到了耳朵根 写满了难堪 在旁边一句话也不敢说 我看着这一幕 心里有点莫名的情绪 可能是同情心作祟 而家里的生意 经过那段时间的调整后 也好了起来 我也要转回护士念书了 自从那件事情之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柳如烟 临走前 或许是命中注定 我在一家奶茶店碰到了她 她看到我的那一刻 把冒烟往下压了些许 有些狼狈 那时候我才知道 她妈离婚之后消失了 就留她和她爸 还有她奶奶 她爸前些年和人打架 落下了残疾 后来临走前 我和我爸说了这件事情 这所学校的校长 是我爸的朋友 给柳如烟 申请了贫困补助 而这个补助的前提是 柳如烟必须在上学 成功说服了柳如烟的奶奶 后来听说她继续读书了 而且考上了护士 一个很好的一本 而她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 为了感谢我 我们在护士吃了顿饭 后来我和柳如烟 逐渐走得越来越近 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我家里虽然很开明 但还是不太同意 我和柳如烟的婚事 我就一直软磨硬泡 到他们松了口 婚后生活 甜蜜而又幸福 柳如烟会不断地 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而且又黏人又温柔 我不止一次庆幸能遇到她 可如今 我抬头看着如今至高气昂的柳如烟 心里感觉到非常可笑 柳如烟踩在我身上的高跟鞋颤抖了一下 她的唇色开始不断发白 旁边的人没有看到柳如烟的表情 都在不断地起哄等她收拾我 只有我知道 此刻的她已经不敢说话了 而蒋文浩却以为是柳如烟生气了 更加用力地一脚揣在我身上 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惊恐和不安 她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也不敢相信我会出现在这里 她试图说些什么 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 不是的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柳如烟的声音里带着哭腔不住的颤抖 蒋文浩皱了皱眉 有些怒意 老婆 我能理解你在外面有其他的男人 但是今天是我们的婚礼 为了咱俩的面子 你 闭嘴 柳如烟瞪了蒋文浩一眼 又扫尸了一下我的样子 蒋文浩瞬间噤声 一个屁都不敢放 旁边蒋文浩的朋友却不淡定了 嫂子 我们都知道你有钱 可现在男小三都 蒋文浩一个巴掌扇了过去 你他妈怎么和你嫂子说话呢 柳如烟想伸手我扶起来 我一把推开了他 靠着墙慢慢起身 呜 他眼泪汪汪 就好像我们平常撒娇一样 软软地喊着我的名字 或许平常听到他的声音 我真的会忍不住原谅他 可如今 这样的事情 是个男人都接受不了 我冷冷地拍掉了他伸出的手 如今他在我身边的呼吸 都让人恶心 柳如烟的讨好表情 在一瞬间绷不住了 但是最后的理智 让他又挂起了笑 卓燕 我是闹着玩呢 我没有那个 滚我咳嗽了两声 打断了他的话 闹着玩 真是一个好借口 蒋文浩瞪大了眼睛 你他妈居然敢这么和如烟说话 老子弄死你 终于柳如烟脸上的表情 瞬间垮掉了 在他有些着急的时候 忽然想到了些什么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柳如烟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眼神里是我从没见过的纠结 蒋文浩点了点头 他紧紧咬了一下下嘴唇 眼里是清晰可见的杀意 他仿佛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居高临下的开口 陆卓燕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 现在周围都是我的人 想弄死你简简单单 你现在把你手下所有的公司 都转到我的名下 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 否则 柳如烟给蒋文浩使了个眼神 他的兄弟一把把我的领子 薅了起来 用力地踢在膝盖窝上 我算了算时间 助理他们应该也快到了 笑着抬头看着柳如烟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柳如烟 我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做决定 到时候 别怪我不念这几年夫妻情分 听到夫妻情分这几个字 他脸色一白 周围的人也都惊讶地看着柳如烟 蒋文浩有些震惊 什么意思 柳如烟陷入了沉默 蒋文浩冲了上来 又想给我一巴掌 可这一次 他发出了一声惨叫 旁边纷纷发出凄厉的声响 一群穿着西装的打手 瞬间把现场控制住了 嫂子 咱们的人 咱们的人呢 蒋文浩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他的兄弟们也被制服 跪在地上哀嚎着 柳如烟的脸色苍白如纸 他看着眼前的场景 似乎不敢相信这一切 都是真的 卓燕 他颤抖着声音 发出了两个字 柳如烟的表情瞬间凝固 他看着我的眼神 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柳如烟瘫坐在地上 泪水毒筐而出 我错了 我错了 他声音哽咽 柳如烟绝望地看着我 他的眼神中 充满了悔恨和恐惧 卓燕 我错了 我求求你 放过我把他跪在地上 泪流满面 助理给我搬了把凳子 坐在礼堂门口 我的私人医生 在给我处理伤口 其他人被突然地 变故吓蒙了 待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柳如烟 你以为你这么做 我就会放过你吗 我冷笑一声 声音中带着无尽的嘲讽 卓燕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 给我一个机会 把柳如烟跪在地上 泪流满面 声音哽咽 机会 你给我的机会呢 我冷冷地看着他 声音中带着无尽的失望和痛苦 柳如烟愣住了 他似乎想不到该说什么了 他又拿出了曾经那副娇弱的模样 可这一次对我没用啊 我冷冷地看着他 心中满是失望和痛苦 曾经的柳如烟 那个善良 温柔 体贴的女孩 如今却变成了一个 为了权力和财富 不择手段的女人 我摇了摇头 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惋惜 柳如烟 你以为你的眼泪和道歉 就能让我原谅你吗 我冷笑一声 声音中带着无尽的嘲讽 你以为你这样做 就能挽回我们的感情吗 你以为你这样做 就能让我再次信任你吗 柳如烟愣住了 他似乎想不到该说什么了 他看着我的眼神 充满了悔恨和恐惧 泪水夺眶而出 卓燕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 给我一个机会把他跪在地上 泪流满面 声音哽咽 蒋文浩想把柳如烟拉起来 如烟 你可是领航集团的股东啊 你怕他干什么 他能比过领航集团吗 是啊是啊嫂子 他只不过是带的人多点 可咱们背后可是领航集团啊 旁边的伴郎和亲朋好友都在附和 柳如烟一把推开的蒋文浩 领航集团算什么 他在卓越面前连个屁都不算 蒋文浩有些猛逼 看了眼我 又看了看柳如烟卓越集团 你是说那个全球排前三的那个卓越 旁边的伴郎不懂这些 浩哥 这卓越集团MB吗 蒋文浩嘴唇也开始颤抖 蒋文浩嘴唇颤抖着 勉强挤出一个字 牛 牛逼大了 六 现场的氛围瞬间凝固 所有人都被柳如烟的话震惊的目瞪口呆 领航集团的民生在外 谁都知道他是一家实力强大的跨国企业 如今比他更牛的 此时 我的助理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递给我 我打开文件 看着里面的内容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好啊你柳如烟 挪用公款真不少啊 我真是对你信任到你无法无天了 看来我真是识人不清 养了一只祸害在身边柳如烟瞪大了眼睛 他看着文件 脸色变得苍白如纸 我身上的伤口被包扎得差不多了 旁边的宾客有的想偷偷溜走 被门口的打手全部挡在了原地 我环顾了一圈周围的环境 冷笑着开口 真不错 看样子花了不少钱吧 真厉害啊 如烟 拿公司的钱在外面养情人 陆卓艳 我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挪用公款 我只是 只是想多赚一点钱柳如烟的声音颤抖着 眼泪不断往下流 多赚一点钱 我冷笑一声 给你和你的情人办婚礼吗 我 我只是 只是意识冲动柳如烟的声音越来越小 几乎听不见 蒋文浩一看现场局势不太对 想偷偷往后撤 被打手推到了我面前 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对不起 我不知道 都是他的错 都是他的贱人 老板 求你了 放过我吧 我也是被骗了看着瑟瑟发抖的蒋文浩 我笑出了声 拜金男 装逼狗 我用脚勾起了蒋文浩的下巴 他都不敢正眼看我 我是拜金男 我是装逼狗 我有罪 求求您放过我 我不该骂您的 他说话有些结巴 我咳嗽了一声 瞬间地上流出了黄色的液体 我又看了一眼旁边的伴郎团 瞬间跪倒了一片 老板饶命 老板饶命 他们那还有之前嚣张跋扈的样子 在地上摇尾求连 我们算算账吧 我顿了一下 看向柳如烟 贪污公司五亿元公款 你可真是饕贴啊 还有你们 我那辆车维修费三千万 加上我的人身损失费 以及精神损失费 我转头看向我的律师 律师接着说 两千万起步 蒋文浩和几个伴郎人都傻了 警笛声游远急进传来 我拍了身上的灰尘站了起来 剩下的 让警察和我的律师跟你们说吧 我低头瞥了一眼柳如烟 离婚协议书等会签一下 你别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 哦对了 那武艺你想想怎么配把柳如烟慌乱地摇着头 上来抱住我的腿 卓燕 我错了 不要这样 我会死的 我会死的 求你了 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赔罪 我一脚把他踹开 禁止往门口走 车门缓缓合上 警察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里面乱成了一锅粥 柳如烟和蒋文浩两个人 被其他伴郎和朋友围殴 警察都拉不开 后来 他们东拼西凑还上了一些 可最终还是都吃了牢狱官司 房产全部敌压了 很久我都没有了柳如烟的消息 直到有一次 我在警察局的朋友扫黄时 看到了柳如烟 给我拍了照片 照片里的他早已没了往日的光彩 有些颓唐 其实后来我并没有催他还钱 甚至给了他一间小房子 调查后发现 他在那件事情之后逃了 并且到处借高利贷 想包装自己 找下一个富二代 但是没有人看上他 因此他在外面欠了不少债 走到这一步 全都是自作自售 我看着逐渐上涨的公司股票 看着高楼下的云海 一切都会过去的 全文完 我看着他在外面欠了不少债 我看着他在外面欠了不少债 我看着他在外面欠了不少债